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15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今天的爆点消息都很振奋人心 首先是华盛顿时间10月14日晚上 美国国防部宣布根据总统授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25亿美元的新的伊朗的安全援助 详细情况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咱们接着看 第二,战事方面 北线卢干斯克地区今天乌军有较大进展 目前乌克兰军队正向卢干斯克北部的斯瓦托夫推进 现在已经控制并收复了距离斯瓦托夫仅10公里的科瓦利夫卡村 另一支乌军部队已经到达P66公路并收复了塔比夫卡村 三,另一个战害性大消息 今天早上在赫尔松前线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乌克兰部队试图向米洛沃阵推进 目前战况不清楚 但据说乌军进攻前进行了炮火准备 那么看起来并不是小打小闹 根据后续的消息 乌克兰部队在随后对贝里斯拉夫方向的进攻 使用了约两个营的兵力取得了良好进展 有正经的军事博主爆料说 乌军的目标是在年前夺回赫尔松市区 并将俄军逐出蒂涅伯河北岸 还有博主说 乌克兰军队今天早上以强大的兵力 向贝里斯拉夫方向发动了猛烈反攻 至少有两个营在杜查尼迈洛沃两地发动进攻 战斗非常激烈 这些信息看似热闹 但是估计也有朋友会看不太明白 所以我们稍微的来解释一下 首先咱们来看贝里斯拉夫在哪里 他就在蒂涅伯河边上 那他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他的对面就是辛卡霍夫卡 其次米洛沃战 英语区的朋友就了解了 这个名字起得是真好 米洛沃战和贝里斯拉夫之间有多少距离呢 约30公里 但是他们之间有公路 这两件事情了解清楚之后 就知道为什么这次攻势重要了 从米洛沃到贝里斯拉夫之间有一条公路的 初冬的集结 乌克兰南部土地泥泞 俄乌两军都只能通过公路发动进攻 乌军从这里开打 没有其他的目标的可能 就是要剑制贝里斯拉夫 拿下这里就威胁辛卡霍夫卡 而拿下了辛卡霍夫卡呢 目前俄军半层的补给能力 至少再减少60% 那么地涅薄河北岸的俄军1.5到2万人的小日子可就真的到头了 目前由于俄乌双方都封锁前线的消息 所以真假消息是满天费 目前唯一确定的消息是 今天起俄罗斯俘虏的图像资料出现的越来越频繁 合理的推测是今天的攻击行动让乌军抓了一些俄罗斯俘虏 这从某个侧面证明攻势确实是存在的 目前的消息呢就这些 综合判断 这场战斗可能是大规模攻势的前奏 整个战役三五天肯定结束不了 自来马之后 沉寂的俄乌战线现在又喧嚣起来 后续战况消息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4.对乌克兰城市及基础设施的大范围袭击 似乎已经完全停止 不过俄军依然日常对乌克兰平民目标狂轰烂战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早上的简报中说 俄军对乌克兰各地的定居点进行了6次导弹袭击 30次空袭和40多次火箭炮击击 包括哈尔科夫、科斯蒂安基尼夫卡、苏勒达尔、巴赫木特、 丘马基、列别丁斯克、扎波罗热、达威迪夫布里德和米尔内 另外俄军队奥恰吉夫和蒂涅波罗比德罗夫斯克地区 使用了9架打击无人机 其中6架被击落 最近俄罗斯基内比尔格罗德地区是隔三差五就受到一些袭击 当地军政部门通常以乱丢烟头来应付 但也声称其中的一些是乌军所为 11月14日晚上早些时候 比尔格罗德一个110千瓦变电站遭到不明原因袭击后起火 火灾在4个小时后被扑灭 部分地区供电受到影响 这是爆炸瞬间的图像 从视频中能听到明显的导弹呼啸而知的多普勒效应声音 因此使导弹袭击的概率非常大 有些网友认为是乌克兰打的 但也有网友认为是俄罗斯发射的导弹 因为故障原因飞回去炸了自己 当地政府还没有说法 另外比尔格罗德地区今天白天一个油库发生了火灾 当局指责这起事件是乌克兰炮击所为 也不知道梅德韦杰夫所述的俄领土一旦被袭击 就会使用核弹的话还算不算数 好咱们来看看俄罗斯这边 先来看这张图片 这是谁啊 吉尔金啊 也就是斯特列科夫和他的妻子 斯特列科夫的妻子公布了这张照片 并说失联好几天的吉尔金 不久之后就会恢复联系 暗示吉尔金跑到乌克兰前线去了 而这件事情呢 可能跟最近俄罗斯国内舆论圈发生的情况有一定的联系 俄罗斯MASH频道报道 俄罗斯联邦通讯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监督局 正在调查一些俄罗斯军事记者博客 因为他们诋毁俄罗斯军队 据说是经过格拉西莫夫的同意 被调查对象包括谢苗佩格夫 伊格尔吉尔金 利巴尔格雷社区和弗拉德伦达达尔斯基 有频道的作者说 警察已经去他家里找过他 不过他不住在家里 警察跟他的妈妈说他涉嫌诽谤军队 此前外界评估 克里姆林公为了争取军事博客群体的支持 对他们的信息空间中的批评有一定的容忍度 这种容忍的程度和可以持续多久是需要观察的 目前不知道这次行动是不是克里姆林公受益的 等待进一步的事态发展报告 三 白俄罗斯国防部称 俄罗斯武装部队的第一梯队抵达白俄罗斯 他们是联合部队的一部分 这是卢卡申科越陷越深的一种表证 他努力想脱离那个人的控制 但却总是不成功 虽然谁都明白白俄罗斯不想为俄罗斯火中取利 但卢卡申科也真的是没有办法 只能眼看着俄军从他地盘上发起攻击 发射导弹拿走军火库里的武器 现在又弄了一个什么联合部队 只能说灾难来自两点 第一离俄罗斯太近 第二卢卡申科自己也不好 老想着开那个人的油 最后反而弄了一山的油泥 四 关于克里米亚大桥 我们昨天说了维修情况与卡车拥堵的情况 今天补充一个细节 媒体人发现 现在在海峡上只有四艘渡轮在投入运营 每艘渡轮可以容纳90辆卡车 因此整体的运能并不强 导致每辆卡车平均要花3到4天才能渡过海峡 这势必对克里米亚和整个乌克兰南部战线的俄军供应产生极大的影响 至于铁路方面 大桥暂时不能让火车通过 所以状况就雪上加霜 这是卫星图像显示的 俄罗斯军用卡车使用渡轮穿越克赤海峡的画面 五 最速投降传说 五支心愿俄三天里一气合成 被动员上战场向92旅投降 画面中都是俄军俘虏 他们挨个介绍自己的从军经历 全都是前脚抱到后脚就到了前线 然后是乌军一冲 阵地就丢了 莫名其妙的就完成了战场三日游成了俘虏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 俄罗斯已经处于失望和绝望的气氛中 他在昨晚讲话中说 俄罗斯的失败和绝望气氛已经很明显 他说 看看敌人有多担心 听听他们向这些恐怖分子的领导人问了什么 以及当他在人民和记者面前时 他们如何向那个人提出问题 俄罗斯已经处于非常失败的气氛中 已经处于其自身绝望的气氛中 是的 他们仍然有人 仍在将他们的人扔到前线 他们有武器 有导弹 有沙西的污染机 他们用这些来对付乌克兰 他们仍然有机会恐吓我们的城市和所有欧洲人勒索世界 但他们没有机会了 他们不会再有机会了 因为乌克兰正在向前迈进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稍后再会